11月1日消息 雷军开启了一场迟到的直播 在直播中为大家讲述 小米征战纽北的精彩故事 雷军透露 小米15突破了3999元售价的限制 他直言 3999元对我们而言是个心魔 以往我们一直将定价控制在这个数 这导致成本卡的急紧 想要把手机做得精致就变得非常困难 而此次小米在精致度方面加大了投入 雷军强调 做高端手机首先要做到高端无短板 其次要从单纯的参数比较 像体验感受和审美层面进化此外 雷军还提到在小米15发布之前 小米内部对于其销售情况存在分歧 有人认为这款手机肯定会遭受批评 也有人觉得它会卖不动 所以订货量特别少 但没想到的是 发布后一分钟就售清了小米15系列 于10月29日正式发布 它搭载了骁龙8至尊版处理器 配备了三颗莱卡高速镜头 其售价为4499元 这一系列的配置和价格 体现出小米在高端手机领域的新尝试和突破 也让消费者看到了小米在产品定位和品质提升上的努力 从订货量的保守估计到实际销售的火爆 小米15无疑给市场带来了不小的惊喜 也为小米后续的产品发展积累了宝贵经验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